王家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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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辦權修訂的侵權創作的商協用途 選害這個辦權自由人的權利 就障礙了二次創作的 所謂的惡教 坊間叫惡教 基本上是損害了創作自由 在網絡表達裡 我們如同等於二十三條的分刷 對於這個草案 就沒有將這個惡教歌曲 視為我們的 當時再創作 豁免在不屬侵權 我們感到非常失望 亡民和反權人 受到侵權的指控 甚至刑事是影響創作自由 有不時創作的惡教歌曲 在香港 香港的市民 是不滿意條例草案 有打壓言論自由之言之餘 因為惡教歌 或者圖畫 通常他們大部份都是非牟利 很可能很多惡教歌 都是諷刺政府 或者有錢人 所以政府就不喜歡 我們認為諷刺事弊的作品 就應該來到這個刑責的範圍裡 在網上 討論區 網民 將一些相片 歌 轉載 這個二次的創作 將全首歌曲 改編了 將一些人物 相片 都放上去 甚至有些粗言位語 都有的 這個知識產權署的處長 如果你今次這個法例 通過的話 全部都是屬於侵權 在全部惡教歌 或者非原創之下 全部都以為侵權 我們是非常反對的 我們舉個例子 我和李先生一樣 剛剛又不約而同 想起《慶姐七友》這首歌 源自雲光的《雪本七友》 很多八、九十後的人 原本是不認識這位歌手 亦都不認識這首歌 自從這首歌出了之後 間接令到這位人士的知名度提高了 而其他電影商 有些電影商裏面 甚至有些惡教轉區 給一些適合二次創作的人 在這些空間裏發展 所以壓殺了很多自由創作的空間 在裏面 政府的建議上面 互聯網提供這個安全港 其實這個指引 我們認為互聯網應該是自由的 是不應該過分次郎審查 這個是我們非常之反對的 正正等於拿下23條 分岔其中一個 我搞歌曲是屬於二次創作 23條在香港已經分岔上市了 我們香港的市民 我們為民主要公義 就一定要出來發聲 和大家講清楚 謝謝大家